全臺灣最大的機械式管風琴 國家音樂廳管風琴 現在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維修 四千一百七十二根琴管 第一次要一根一根拆下來 進行全面的檢查清潔保養和調音 這次的修繕計畫 兩廳院特別請荷蘭的原廠公司 派出一名計師跟調音師 加上臺灣自己的修繕團隊 一起出馬維護 讓二十八歲的管風琴 回到最初純淨的聲音 氣勢磅礡的樂音 透過上千支音管傾斜而出 國家兩廳院音樂廳的管風琴 是全臺最大的機械牽引式管風琴 三層樓高全手工打造 由四千一百七十二根金屬管 及木管組合而成 二十八年以來 第一次將全部音管拆下 進行保養 雖然兩天的環境非常的好 但是久了還是有一些飛沉卡在上面 我們這一次就把整個的管子拆下來 重新再打亮過 就是幫他洗澡 他是修繕師張朝任 管風琴修繕經歷近三十年 全臺二十九座管風琴 有一半都由他的團隊負責維修 他總共有六十一個音栓有三個鍵盤 包括一個腳鍵盤四個 我們如果這個管子大了 我們可能一天還清不到十根管子 可是小的我們可能一天一個人可以清五六十根管子 管風琴的音管長度 從十五公分到近五公尺長 最重的有100公斤 保養時一次要四個人才能將音管放倒 因為體積龐大 為管風琴調音時一定要有兩個人 以內以外默契配合 調音的構成是聽他的音程音波 所以兩個人都必須要會互相搭配 修音讓他的聲音更美 調音是讓他的聲音的組合更漂亮 修繕作業也找回管風琴的荷蘭原廠技師 替金屬管焊接耳朵增強音色 對聲音有很大的影響 家的耳朵會讓他集中一點 聲音會比較漂亮一點 國家黨聽院耗資六億經費 展開成立二十八年以來 最大規模的整修計畫 除了最受矚目的管風琴 還有觀眾席 座椅拆下之後 觀眾席的地板像是好多地鼠洞 這是專屬每一位觀眾的空調出風口 特點是風速慢 噪音低 冷空氣的分布平均 三十年前我們用這樣的系統 其實從那裡以後 那目前很多音樂廳 世界上的音樂廳 現在連我們的衛舞營 或是大台中歌劇院 其實也都採用這樣的系統 也就是從地板指下出風 音樂廳 整修 回春 舞台 地毯 隔音門等耗材 首次換新 不過富有傳統價值的老東西 當然要繼續傳承 其實這張椅子 全世界已經沒有能力 在做這樣的椅子出來 那事實上這樣的這麼厚的石木 去折出來 然後用筍接這樣的坐椅系統 目前全世界已經沒有任何一個 製造椅子上在做 所以這是碩果僅存的一個系統 德國師傅的工藝技術 在台灣樓存 有良好基礎打底 音樂廳風館四個月大整修 升級迎接愛怨人 音樂廳風館